rar 阿婴嫂 大少爷秋双 小姐回来没有 还没回来 这个死丫头 秋双 今天累了一天了 等一下 我让厨房弄点有营养的东西给你吃 你笑什么 厨房只有酱油拌面 飞哥 姑妈 跟我来 早点回去休息吧 姑妈 知道我为什么打你吗 你姑爹约你好几次你都不理 成天跟一个被野男人搞大肚子的下人鬼混 我这是带你爹妈教训你 姑妈 我已经跟姑弟说过了 我不想再做走私烟土的生意 可是她不答应 我只有躲着她不见 至于秋双肚子里的孩子 是她死去丈夫的 也不是什么野男人的 她丈夫被日本人杀害了 一个人孤苦伶仃在上海 我给她一点帮助有什么错 你还不知错 你是什么身份 他是什么身份 你成天跟他这样初双入队 成什么体统 我不觉得自己有什么身份 你要真觉得自己没有什么身份 那好 那你现在脱掉这身西装 到大街上给我拉黄包车 我就相信你 你不觉得自己有什么身份了 肥哥 你别怪姑妈 你爸妈死得早 姑妈现在就是你在世上唯一的长辈了 姑妈没有儿子 我把你当我自己的儿子 那我有什么错啊 你要相信姑妈 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 都是为了你好 都是为了替你想啊 姑妈 你要把秋双带到什么地方去 我让赵琴把她送走 废公馆绝不允许有大肚皮的下人 你回来 你看着我干嘛 你怎么这么笨 我让你把秋双从后门送走 是让你走前门 你们把秋双送哪儿去了 不晓得 先夫人让我们把秋双送走 不许她再回废公馆 姑妈把秋双赶走的是不是 是 那你为什么不阻止啊 我知道的时候人已经走了 那你追啊 我追了 那人呢 我出去的时候人已经不见了 那你倒是找啊 你闭嘴 我怎么没找 这三更半夜的秋双挺着个肚子在外面 鸡都能把人挤死 我怎么会不着 你呢 你跑哪儿去了 每天都搞到这么晚才回来 啊现在秋双人不见了 你就知道怪别人 我告诉你 最没有资格怪别人的就是你 你 人家刚订婚 我和未婚夫出去玩玩排行排行感情怎么了 犯得着这样骂人家吗 算了 算了 小妹 刚才是我话中了 别哭了 我不管 你把秋双给我找出来 要不然我就完了 我知道她在哪儿 在哪儿啊 你先别管她在哪儿 你回答我一件事情 你跟秋双之间 到底有什么秘密啊 我 我跟秋双之间能有什么秘密啊 什么事情都没有啊 废华 我是你哥哥 你别跟我来这套 我从小看着你长大的 我还不了解你 你跟她之前要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 你会这么关心她 那我喜欢秋双不行吗 你对她的关心已经超出了你对她的喜欢 你烦不烦哪 我说没有就没有了 你告诉我秋双在哪儿行吗 你就做贼心虚吧你 你才做贼心虚呢 神经病 你不语心虚呢 没骗你吧 哥 你怎么知道她在这儿 警察 看人家 看废 你把你带住 她再回了 我去看她 走 你不见了 你不知道我有多担心 俱双 我真的很担心 万一你哪天生气走了 那我只能去跳黄埔江了 你放心吧 我答应你的事情啊 肯定办到 我晓得 我晓得 你是最讲信用的了 不然我不会找你来帮忙啊 好了 妈呀 饿死我了 秋双 你应该比我更饿吧 来来来 坐坐坐 吃 吃啊 别客气 哥 我跟秋双倒很奇怪 你怎么知道他在场里啊 秋双做事有始有终 不会轻易放弃的 公司的事情还没有做完 他不会走的 所以啊 来 我才带你来这里找他 我自己吃 不过秋双 你的性子 真挺让人担心的 还好没动我太气 下回要是再有这种情况的话 你先跟我说 费公馆做主的是我 好吗 这边请 我就说你还是跟我回去住嘛 不用了 我在这儿挺好的 来 这间房子呢 我派人打扫好了 秋双 你看怎么样啊 秋双 你看怎么样啊 你住的房间好吗 那当然没有了 我是来工作的 又不是来玩的 小美 这房子是秋双住 又不是你住 只要秋双满意就行了 行了行了 这事我不管了 以后你要是住得不好啊 你可别来找我 秋双 以后去什么需要听什么 跟小江讲一声 他会帮你准备的 好的 我就住在隔壁 有事喊一声就行了 让你们费心了 没有事的 谢谢 请问亨利先生什么时候能回来 请问亨利先生什么时候能回来 他们说应该没这么快 艾米小姐 我这已经是第三次来找他了 请问 他是真的没有时间还是不想见我 他真的不在 亨利先生 他走了 走了 这些上海滩的大亨 以为自己是商敌啊 秋双 都记好了吗 没有问题的 那边我都已经记过了 这边的也很快就记完了 好 一会儿 我还会再清查一下 江先生 外面有人打架了 打架 撤你啊 混蛋 不知死活的东西 又要找麻烦是吧 不知死活的东西 我不是 我不是来找麻烦的 你们欠我的工资我也不要了 我去等大少爷 打 打死我 我也要等大少爷 我要见大少爷 打死我 我也要见大少爷 打死兵陪的 是 打 起来 为什么要打人呢 老臣 你认得他 不认 别再打了 再打死人命了 不许打架啊 不要打不要打 你们怎么动手打人呢 经理 这省城的不长眼 又来等大少爷 打了人你还有理 赶紧进去 行了行了 算了算了 都开工吧 展将领 我带他们上班了 没什么事了 你们去忙吧 你有事了 害羡消灭 您是新来的吧 他们为什么要打你 这 你心肠好 可我不能告诉你 说了会牵连到你的 他们会遭到报应的 这位先生 你要包子吗 卖包子嘞 港出笼的包子 卖包子嘞 这位先生 你要包子吗 你要不要啊 喂 臭不要脸哪 你咋偷包子 别让我像自己来看见你啊 爸爸 爸爸你回来了 在这等爸爸呢 来来来 走 爸爸 他们还你钱了吗 啊 还了一点 来 坐 来 看 爸爸给你买什么了 这种包子 这种包子 快吃吧 喝坏了吧 爸爸 你的眼镜怎么破了 哦 爸爸刚才摔了一脚 把眼镜给摔破了 爸爸 你的衣服怎么有脏东西啊 哦 爸爸摔跤的时候摔 摔脏的 爸爸 你也吃一口 爸爸吃过了 爸爸吃了两个呢 吃得饱饱的 你吃吧 快吃吧 好 来 嗯 你跟踪我 卖包子的老板说 你走得太急 忘了拿这个 让我给您送过来 您拿着吧 姑娘 你 我还有事 要先走了 您就不要客气了 收下吧 姑娘 你真是好人 谢谢你 谢谢 不要客气 小霞 快谢谢阿姨 谢谢阿姨 小朋友 你有一个好爸爸 大少爷好 您里面请 好久不见了啊 大少爷 小心抬尖啊 哎哟 大少爷啊 嘿嘿 秋双这姑娘啊 很有责任心 做得很好 大家都喜欢她 张蓬生 你别光说好听的 她要做得不对的地方 你也得说她 护议说 护议说 小张 张经理 大少爷好 看见秋双了吗 没看见 哦 她去什么地方了 不知道 行 我先去忙了 大少爷 秋双在那儿 秋双 天 秋双 不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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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回家 把事都去 你和菩萨 不错 这个月亏得少了些 有起色 大少爷 这次啊 多亏把小松儿生上来 管理财务 他懂得开源节流 知道帮咱们打算完的 不像以前那个老陈 只知道把钱弄进自家口袋 而且还留些一笔糊涂账 老陈找着了吗 没有 我看他是在咱们厂里 捞足了钱 回老家享福去了 大少爷 咱们应该报案 叫巡捕房通缉他 不用了 他一直跟着我爸 也算是公司 他一直跟着我家 你也算是公司 他还不得了 他也算是公司 他还不得了 他也算是公司 他还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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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少爷这个不用您吩咐 秋霜和我们呀处得很好 他人聪明 什么事哪一点就透 我们都很喜欢他的 是吧秋霜 是 张经理 这个月亏得少 我先放两万块钱在这里 把工人的工资发了 不够再跟我说 好的好的 大少爷您放心 我托了朋友啊 在走颐和洋行的路子 只要搭上颐和洋行 最多一点的工夫 我们就可以把这几年亏的 全都赚回来 颐和洋行 你说的是不是那个外国人 办的颐和洋行 对呀 大少爷认得亨利先生吗 如果大少爷认得 那可就更方便了 不认得 秋车 我知道 你不想让别人说闲话 我刚好来公司办事 顺便来接你 走吧 大少爷 怎么了 有些事情我想问你 什么事 张经理说 老臣贪污公司的钱 是真的吗 是啊 是真的 那你看见了 事发的时候 老臣已经跑了 留下的只是亏空的账命 可是张经理说 要去寻补房报案 让他们逮捕老臣 为什么你不同意 秋车 老臣是永月星的老人 他跟了爸爸很多年 小的时候我就认识他 小的时候 他最疼 一见到我就塞糖给我吃 那时候他也年轻 我还常常把他当马骑 他背着我 在工厂里跑 我就趴在他背上 挥舞着小木棒 别提有多开心了 因为他穷 没有人肯嫁给他 他老婆 还是我爸爸托人说的没 婚事也是我爸爸 帮他操办的 后来 他老婆给他生了一个女儿 没过几年 他老婆就得绝症去世了 之后 他就一直没有再婚 他说 怕后蒙虐待女儿 所以这些年 他一直自己照顾女儿 你说我要是让他坐牢了 他女儿怎么办 我不能这么做 大少爷 陈叔 陈叔已经走了很久了 这几年公司还是在赔钱 你觉得这个现象正常吗 当然不正常 秋叔 我明白你的意思 我知道张鹏生和汪叔有花头 可是他们都是跟着爸爸很多年的老人 在没有找到证据之前 在没有找到证据之前 我不能把他们怎么样 所以啊 为了维持公司和家里的开销 我不得不去做一些赚钱的生意 你这是在狡辩 你公司不分 可是你要整顿公司的时候 你必须要找到证据 你找证据啊 说实话 说实话 我是想找你 可是我不忍心 你真没用 是吗 我也觉得我挺没用的 我带你去找一个人 就在前面 陈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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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抓我 我没偷东西 陈叔 是我 别抓我 飞鸽 大少爷 真的是你呀 真的是我 我 我不是在做梦吧 王 大少爷 真的是你呀 大少爷 陈叔 真的是我 大少爷 我天天都在找你呀 我到公关去找你 他们不让我见 我每个月发薪水的日子 我到公司门口去等你 可是他们打我 踢我 看我走啊 今天 今天要不是这位姑娘 我恐怕都被他们打死了 陈叔 对不起 我真的什么都不晓得 让你受苦了 不 不 大少爷 别这么说 千万别这么说 我是看不过眼 不甘心的 我不甘心 眼看着老爷千辛万苦打下的江山 让他们给遭到光了 我死也要找到你 就是想告诉你 我没有拿公司一分钱 也没有亏空公司的钱哪 是他们 都是他们干的 找到你 就是想让你知道这些呀 大少爷 爸爸 尘叔 别激动 慢慢说 还有大少爷 爸爸 他 他们是谁呀 好孩子 他们都是好人 好久不見 大少爷 您来了 张鹏生 陈叔您认识 大少爷 我说过 他们会遭报应的 大少爷 我张鹏生对不起您啊 我张鹏生对不起 费家的列祖列宗啊 现在说这些 还有用吗 大少爷 我对不起您啊 我恩将仇报 我不输东西啊 大少爷 您饶了我吧 大少爷 走 大少爷 真的很谢谢你啊 快走 走 快走 在陈叔的指引下 我们找到了两个账本 一本是专门给大少爷看的公司亏本的账本 另一本是公司拥有赢到亏的真账本 也就是说公司本来是赚钱的 却被张鹏生这帮林坑吃到亏本 大少爷看了账本后又惊又怒 气得说不出话 这次他终于狠下了心 凡是张鹏生和老汪带进厂里的人 一个不留全部刺痛 陈叔说他们没有经过你的同意 就把公司抵押给银行 按道理是可以起诉他们的 陈叔只是这么说 其实他并不赞成这么做 为什么 一来 这种财务关系一打就是好几年 就算我们赢了 对方拿不出钱来 也是白费功夫 二来 如果一打官司 外界就会知道 永月星出现了财务问题 以后 谁还敢跟咱们做生意呢 亨利先生 费先生 听说你找我好几次 有事吗 我想跟您谈比生意 我现在也没空 我要去别的地方谈生意 等一下 亨利先生 这是我们永月星合作的企划书 希望您有时间能看一下 好的 我有空看看 好 难道我爸以前做生意也是这样 不是的 老爷信用好 生意都是自动上门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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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亨利 你去查一下永月星公司的信用 好的 为了解决公司财务问题 大少爷和陈叔四处奔走 希望能向云航借钱周转 可是 由于张鹏生之前的劣迹 令永月星信用扫地 愁挫无门 好 都怪我自己 什么事都听张鹏生的 没想到他早就把永月星的声誉 在未没搞光了 也怪我 公司财务刚出问题的时候 我念着多年的交情 替他们瞒着 现在常来做代工撑得下去吗 维持开销还可以 要还银行的贷款 没有啊 大少爷 您怎么知道亨利先生住这儿啊 听说的 好 大少爷 来人了 你们找谁啊 请问亨利夫人在吗 夫人在呢 你们找她有什么事吗 这样 我们就不进去了 您把这个转交给亨利夫人 这个是我们老板的名片 从来没干过这种事 心里憋屈 大少爷 这没什么 老爷刚开始做生意的时候 也是这样带着我们哀家送 有用吗 有用啊 中国人好面子 你这样一做 他觉得你看得起他 给他面子 对洋人也有用 洋人没送过 那个时候 他们都是跟中国买办打交道 要是拍马匹拍到马脚上 那就藏了 好 大少爷 先生在书房等你 你先出去吧 你先出去吧 姑爹 姑妈 你现在知道了 跟外人谈生意 和你姑爹谈生意 是不一样的 非大少爷亲自上门送礼 给亨利先生 人家把礼退回到家里 真是不给面子 要是换作我 我真丢不起这个人呢 行了 非哥年纪轻轻 做事怎么能跟你比呢 坐下吧 非哥 姑爹 姑妈 如果你们今天来 是来看我笑话的话 那可能会让你们失望 虽然亨利先生没有收我的理 可我觉得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做生意就是这样 这条路走不通 我可以走另外一条 总有一条是通的 你懂什么 碰到像亨利那种自命清高的英国骡子 你一招把印象搞坏了 你就是走一百条路都是白费功夫 那我就走第一百零一条路 你去走啊 你想染白是不是 你就算把全神涂得雪白 你骨子里还是黑的 你以前做的那些见不得光的事情 人家是不会忘记的 我做的那些事情也是你教的 如果你真的给我清白的话 我教得了你吗 行了行了 谁不知道谁啊 都是自家人吵什么呀 非哥呀 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抢 永夜新欠银行六十万 已经断供半年的事情 商场上谁不知道啊 我相信现在没有一家公司 愿意和你做生意 你自己也跑过 该小的情况吧 我是不愿意我哥哥辛苦打下的江山 断送在你的手里 所以跟你姑爹商量 你姑爹才同意 帮你解决永夜新的困难 这是六十万 你拿去吧 收下吧 你姑爹的一片好心 我当然不会白白送给你六十万 我们把话说清楚 你要花时间去经营永夜新公司的话 那是你的事情 只要别耽误了我们合作多年的生意 我只有这个要求 废哥 你别得寸进尺不知好歹 姑爹姑妈 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 我真的不能说 你回来你 你想变白是不是 我告诉你 踏进了染缸别指望变白 行了行了 别生气了 我再劝劝他 来 雪梅说你找我 是 来 把门关上 好 怎么了 哥 你给我这个干什么 小美 我打算把静安四路的 两栋洋房给卖掉 凑六十万还给银行 有一栋是你的 所以要经过你的同意 不行 小美 我们不能让爸爸辛辛苦苦 创下的产业毁在咱们手里 哥 我说不行不是不同意 这栋房子租给陈阿姨呢 租月没到期 我不能赶人家走啊 我的那栋房子租月也没到 我打算 提点钱给房客 这样 陈阿姨那边呢 我来提钱 你去说 就说 就说 咱们也是迫不得已 小美 我已经盘算过了 咱们所有的产业里边 只有这两栋洋房是最好出售的 可以马上拿到现前 我 我跟陈阿姨 我开不了这口 我还有事求人家呢 什么事 那是我自己的事 跟你没关系 你别管 行 不管怎么样 你去跟陈阿姨说说 行了行了哥 我试试行吗 哥 我也有件事想问你 什么事啊 你是不是喜欢秋双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有心情说这个 你先回答我这问题 你喜欢还是不喜欢 秋双人挺好的 又聪明又勤快 大家都喜欢他 别跟我打马虎眼哥 你知道我说的喜欢 是什么意思 我要听实话 没错 我是喜欢秋双 喜欢到什么程度 喜欢就喜欢 还有什么程度啊 你爱不爱秋双 小妹 时间不早了 早点回去睡觉了 哥 你看着我的眼睛说话 小妹 小妹 你一个小姑娘家的 问这些不害羞啊 你少摸索谁小姑娘啊 你回答我的问题 你到底爱不爱秋双 坦白讲 我自己还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我也不清楚 你怎么看出来了 从你对秋双的眼神态度 只有爱一个人 才会有那样的眼神 那样的态度 还真没看出来啊 我妹妹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细心了 我怎么不知道 哥 你少跟我打马虎眼 反正我告诉你 你要是喜欢秋双 我不赞成 你要是爱上了秋双 我肯定反对 小妹 你不是一直很喜欢秋双吗 连秋双受点委屈 你都受不了 为什么我喜欢秋双 你反而不高兴呢 你知道什么呀 我是喜欢秋双没错 可我喜欢秋双 那是对一个下人的喜欢 可我喜欢凤卿不一样 人家凤卿多好啊 还是圣约翰大学的高材生 凤卿那么爱你 你应该选择的对象是凤卿 不是秋双 就凭秋双那个穷乡下的出身 你跟他就不合适 不止是我反对 姑妈也肯定不会同意 你自己想清楚 你要是选择秋双做我嫂子 我坚决反对 222 212 2531 3 5 5